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诺雷歌 凡是经常观众我视频的朋友们都非常清楚 我是在2023年11月21号抵达福建厦门的 昨日和大家分享福建厦门农村不一样的事情 那么咱们今天的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去现场示范示范 厦门的一个农村就在今天发生一件真人真事 视频记录了全过程 想了解的朋友们,跟随我的镜头咱们看看 就在今天福建厦门的一个农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想了解的朋友们,随着我的镜头 咱们跟随镜头去现场,示范示范 我现在呢,就到达福建厦门的一个村庄里面了 看看就在今天,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通过视频呢,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都是一群绵意轻轻的小伙子们 通过视频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这些,我的位置呢,现在就位于这个村庄里面 给大家拍摄拍摄,这个村庄里的村旺到底是怎么样 一件真人真事发生在四川 不是四川,发生在那个福建厦门的一个农村 随着镜头咱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村子里面另外一个方向了 看看在这个村庄里面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 随着我的镜头咱们往里边走走吧 黑猫村屋两岸文化基地 我们现在已经走进这个房间了 咱们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特色啊,朋友们 给大家拍摄拍摄 这是我们当初 然后我们融合了我们台湾的这个三太子 然后跟我们的霞城城庄庙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是城庄里面 然后做出了一些几个名 然后做过这样的方式去推广我们的庙文化跟文化 然后我们也是带我们两岸的新媒体的大学生 去投入的一个村样计划的一个项目 然后这是都是他们我们用一种比较音乐式的概念 然后西立格的概念 把他们一些在我们做新媒体的一些照片 风采园留下来就变成这个村庄里面 就变成这个风采区,新媒体成果区 然后我特别介绍 这是我们这两三年两年之内写过的原创歌区 就我们其实我们做新媒体是带我们两岸大学生做新媒体 然后也是也希望透过我们的原创 透过我们的原创应该吸引更多的两岸大学生 跟我们一起做新媒体 所以我们会在意就是推广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主要目标客群 其实是我们两岸的年轻大学生 然后我们就有点招待 我们一起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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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参观完了刚刚那个位置 我们马上出发另外一个地方 随着镜头咱们继续往下瞧吧 看看这些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吧 是不是非常震撼 震撼全世界 在我们的庙里有看到 那这个呢就是北门 北门呢就会也有供问一个神明 是我们的 你们大家身后的这个拱城宫 那他也供问了主神呢 就是我们的玄天上帝 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只剩这个城门吗 大家知道为什么只剩这个城门吗 其实刚刚大家路途上都有看到 我们剩下整个城内的城墙 那自然间建立的时候 如果说你这个城邦邦正正的 其实是不利于这样一个村庄的扩展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 那不得过程中 要怎么样去取得建材 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干脆最简单的方式就啪啪 马上的城墙就 城墙就推到 让它变成我们的建材 所以为什么 这边的石头 跟我们这个房屋的石头 会这么的相似 原因就在于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这个村庄的村民呢 当时就是这样子 把这样城墙慢慢的 慢慢的推推推推推 然后就开始把所有的 每个房子都可以建立起来 为什么 它这里面全部都是石头吗 这个里面 担心不 clearly 在那个村庄中 在那个村庄中 在你生活里面 到天 emperor naldo 就不可 妈 Им 我 给你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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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